好了 鄉親 繼續來看這個 新北市三集的 原主公病院 技術是給這個醫療人員的屬室 將二十五個民眾 煮到那種無頭部的 BNT疫苗的原液 這個疫苗 如果是煮過量 是很危險的事情 無情這二十五個民眾 並沒有出現到強烈的副作用 只有煮出來的地方會痛 其中有高位 同意來住院觀察 也因為這次的屬室 原主公病院減停煮疫苗一禮拜 新北市衛生局已經安排八百個民眾 到其他的病院來煮雨風車 說這個疫苗煮過量 可能會引起到強加強烈的副作用 也就是會造成到 體來免疫的方法 這就要觀察一個月 開始留守在煮BNT疫苗 三夾的我們主公病院 原本今天也要替民眾煮疫苗 算臨時減停一禮拜 有民眾臨時 弘通在蓋蓋其其他的病院註冊 原來是早上早 我們主公負責在營國 應讓註冊在作業的時候 只會發生醫療所事 早前有二十五個民眾 煮到無頭人過生理 食鹽水的BNT疫苗 開始施打前有二十五罐散裝的 這個BNT的疫苗 當時因為有部分的疫苗的 鈣質已經脫落 所以誤認為是已經稀釋過的疫苗 衛生局即日起停止 恩主公醫院疫苗施打作業一週 衛生局也立刻召集專家 組成專案小組進行調查 並要求他們立刻給予這二十五位民眾診療 我們這裡BNT會不會的包裝 一款裡面有五到六罐的分量 大家有零點四五合生 零動濃縮液 要使用一點八合生 無困的生理食鹽水煮液液液 換一句話來說 如果沒頭過就在這裡煮 我們民眾煮到的量 就是原本的五到六罐 我們可能比較擔心 預期有可能出現一些比例風暴 或者是心肌炎的機會會有大 比較高的比例會出現 目前二十五位民眾 有五位沒有特別的政策 有全人來追蹤 在一位民眾到問題進行相關的檢查 到民眾斷意觀察 準備之後也要每個禮拜回禁一次 尤其在目前為止 沒有認可人有不適合的狀況 所有的人也會繼續感觸 一個月來確定身體狀況 我們在這裡煮到